我有女朋友懷疑是有一次我半夜傳簡訊給她 我就說寶貝很想你什麼之類的 那時候我都因為我們睡覺會把手機拿著嘛 因為真怕被女朋友拿掉 那到底想我們 睡覺把手機拿著 那到底我們放簡訊是不是要馬上刪除 可是我從來那時候寶貝我覺得這個文章寫得太美了 因為很想念妳啊 妳是我的花朵什麼之類的 那時候我睡在沙發上 因為跟女朋友吵架感情不好 然後就睡房間我睡在沙發上 然後我睡到半夜四點的時候 我醒過來 我手是空的 手機失敗了 我睡了 這真的是有像一王跟二王 然後眼睛一直走 我眼前真的 各廊看到一個女鬼 她在穿白衣服 然後拿著我的手機 寶貝是誰 我愛 我愛了 我那個很震撼 然後男女遇到這種場面的時候會惱羞成怒嘛 對 寶貝是誰 寶貝是誰 寶貝是誰你知道嗎 是誰 是誰你知道嗎 是誰 是誰你知道嗎 完全是 因為我在聽取時間想寶貝是誰 寶貝是誰啊 沒有想到 對 後來大概我一直重複到十幾句以後 寶貝是誰 寶貝是我的 公關公司的客戶 然後這個是流過的 後來 後來我在去大陸的時候 我就跟該位寶貝說 寶貝你以後 如果要穿典禁幹嘛 都不要穿寶貝了 都不要叫我寶貝了 都不要叫我寶貝 你就叫做用戶 我名字以後叫做用戶 你不要穿成親愛的用戶 他就不會穿親愛的寶貝 這個滅別的車 不是 他就變成親愛的用戶 我好想滅你 女朋友看到你就說 現在遠傳了 越來越噁心 去約 是為了叫你去約 他說親愛的用戶 我好想滅你 然後事情的轉折 就是在於說 那女朋友也會懷疑是真的 可是我一直想說 我跟她是一種 我好想滅你